人气话题来关心 过去的指考今年变成分科测验 首届大学分科测验在今天登场 全国约有2.9万人报考 那么教育部也首度让确诊考生硬考 启用了居家照护市场来应试 除了防疫措施有调整 全新的考试制度也从原先的考试时程 三天改成两天 首届分科测验也不考国文英文术语 各科校系将采用学测成绩 对此由补教老师分析 对李祖的学生来说相对有利 首届大学分科测验登场 确诊考生演的硬考 统计首科确诊考生有68人 全台启动20间居家照护市场 除了防疫措施有调整 全新的考试制度对考生来说 是否也有影响 这次不能考国文英 所以就是等于保留了自己 考的最好的科目 所以其实算是比较有底气 来考分科测验 国文英文是采集那个 那个学测的成绩 对所以已经两科考得不错了 所以就看这次的分科考试 四科考得不错的话 希望他能考得很好 部分科目就是考了就决定了 这样子对 的确会有一点影响 对立功科学生来说 有人在学测时 国文英文两科成绩 已经考得很不错 专攻物理化学树甲和生物 只要把握校系 采集的这些科目 到时候填志愿时 就会相对有利许多 而这一次如果要报考了科系 要采集国英术语 都得沿用学测成绩 换句话说 第一类组的学生 在分科测验时 相对比较没有 不就机会 再看看这次报考人数 仅有2.9万人 并分发的名额还要少 对二三类组的学生来说 更是增加入取 定监大学的机会 另外大考中心也提醒 考生在写试卷前 要先核对自己的 印试号码姓名 还有座位是否正确 确认后记得在答案 卷上签名 避免被扣分 影响自己的靠市成绩 借台北综合报道